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最近呢 咱又迎来了球迷的节日了 欧洲杯 这是和两年前 那2022年世界杯不同 这一次没有航班熔断 没有隔离 没有出去家那种恐惧 所以各位想看 可以放心大胆的 去饭店 去酒馆 有钱的甚至坐飞机去现场去看 这太开心了 那本届欧洲杯呢 在德国举办 开幕式第一场比赛呀 就是在这个慕尼黑的安联球场 在历史当中啊 慕尼黑一直都承担着最重要的赛事 今年欧洲杯 还有这06年的世界杯 他是承办了开幕的赛事 那1974年的世界杯 和1988年的欧洲杯 慕尼黑呢是承接了决赛 1988年欧洲杯 范巴斯腾那叫天外飞仙 零角度零空仇舍 这就是在慕尼黑踢出来的啊 那为什么德国人 要把最重要的比赛都放在慕尼黑呢 原因无他呀 这里历经沧桑 现在是德国足球产业最发达的城市 慕尼黑坐落在南德一帜 是巴伐利亚州首府 德国的第三大城市 又有啤酒之都啊 德国的非政治首都这种美称 早在公元817年 查理曼大帝就将帝国分而治之 其中三子路易被封为巴伐利亚国王 法兰克帝国三分之后 东法兰克王国第一任君主 就把自己的行政中心设置在了巴伐利亚 102年当时有僧侣在伊萨尔河边 建立了居住点 后来呢 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慕尼黑啊 意思就是僧侣的隔壁 156年 德意志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国王 狮子亨利 他与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矛盾 于是率大军南征啊 攻下了巴伐利亚 自认巴伐利亚公爵 两年后的1158年 狮子亨利在僧侣的居住点的基础之上 建立了宫廷文化中心 那后来这个宫廷娱乐场所 扩展为城市 继今天的慕尼黑 为了纪念这座由僧侣定居点 发展起来的城市 今天这个慕尼黑 城市的这个徽章上 还有一个黑衣的传教士 那是天主教的僧侣啊 那从1255年开始 慕尼黑开始成为巴伐利亚首都 在19世纪 慕尼黑得到大发展 时任巴伐利亚国王 也就是西西公主的舅舅 路德威西一世 他是一位古典艺术爱好者 他倡议兴建了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 用来展览那些他收藏的作品 随后又花重金招揽艺术家 修建路德威西大街和什么巴伐利亚王宫 并且把巴伐利亚国立大学签到慕尼黑 今天当地最富盛名的节日 是什么慕尼黑啤酒节 这就是拿来纪念路德威西一世大婚的 因为那个节日那一天是他大婚的纪念日 那他的孙子路德威西二世 就是西西公主的外甥 这更是一位艺术家和基建狂魔呀 咱们今天所熟知的新天鹅宝 就迪斯尼里边画的那个城堡 他的原形就是路德威西二世 在位期间建的 那么此外呢 他还建了德国的第一条第二条铁路 路德威西二世呢 他还是艺术家嘛 特别中意音乐家瓦格纳 这瓦格纳啊 除了在音乐上有极高的造诣之外 他还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 军国扩张主义者 大国沙文主义者 或许是他受到了国王特别的恩宠 所以他的思想呢 也被传播到巴伐利亚 最终这种思想培养出来一位希特勒 他正是在慕尼黑发起的啤酒馆暴动 那瓦格纳的这个思想也成了纳粹德国的文化标杆之一 非常幸运的是二战之后啊 巴伐利亚成为了美战区 战后啊 就是西德啊 联邦德国虽然是被西方国家占领 但还是有讲究的 英国人出了不少力 所以给他一块复数的西北地区 包括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汉堡 还有那个最关键的卢尔工业区啊 都归英国管 法战区最少 因为他在整个二战当中啊 在抗德事业当中 他出力也是最少嘛 所以呢 他只有这个法德边境一带 这是法战区 然后其他德国大部分 中部南部这些地方都是美战区 美国人在这个美战区啊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援助 包括重建工业体系 慕尼黑呢 作为南德意志最大的城市 自然就获得了更多的倾斜 在美国人的帮助下 慕尼黑从过去的艺术中心 变成了工业明珠 今天呢 在慕尼黑建立企业总部的大企业 一百多家 在德国位居第一 金融领域有什么安联保险啊 那个慕尼黑再保险 汽车制造领域 有宝马公司 在科技领域 百年巨头西门子 然后芯片 英飞灵 文化出版行业 还有贝塔斯曼 目前啊 就是首都柏林 是德国最大的城市 历史上也一直是德国的中心城市 然后汉堡呢 是德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港口 慕尼黑排第三啊 这三座城市 就可以说是德国的一线城市 就相当于他们的北上广 那三者之间呢 GDP 相差无几 都是 一千多亿 一千亿到一千二百 最高的一千二百亿欧元 不过要论人均GDP的话 慕尼黑最高 七万两千欧元 那汉堡呢 六万一 柏林只有三万五 所以这 遥遥领先 对啊 慕尼黑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他是德国 应该说是经济影响力 经济活力最高的城市 那慕尼黑在经济上的这种强势 也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足球上 他们 是欧洲啊 最早接触到近代体育的地区 当地人在接触到体育之后 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嘛 组织团体进行活动啊 就等等这些事物 因而呢 1848年就成立了德意志地区 第一家体育俱乐部 现代体育啊 大多数运动都是由工人阶级参与 那一提起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的 在与那些什么左派啊 革命者发生联系 在这家俱乐部成立之后不久 欧洲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 于是俱乐部被当局关停 原本人马在1860年重建俱乐部 起名慕尼黑1860 那早年呢 慕尼黑1860就可以说是体育界的龙头 在足球流行之后 俱乐部在1899年3月成立足球队 成为这个慕尼黑足球的先驱之一 当时啊 各家体育俱乐部自建足球队非常流行 然而有一家名为慕尼黑1879的体操俱乐部 他拒绝了成员踢球的想法 当时这个足球运动呢 他流行归流行 但是他不怎么上档次 所以除了英国之外 其他地区啊 就是对他的偏见啊 还是还是挺多的 像是足球被称为叫做什么英国病毒 踢球的人被叫做麻风病人 面对俱乐部高层的这种傲慢 有11个怒不可遏的运动员 在1900年2月宣布成立自己的球队 他们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拜仁慕尼黑 在成立之初啊 拜仁慕尼黑和慕尼黑1860不相上下 在纳粹党上台之后呢 由于当时拜仁的主席 蓝道尔是犹太人 纳粹上台之后 球队遭到打压 在纳粹期间 拜仁先后有56个会员 因为政治或者是犹太的血统遭罪 其中26个人没活下来 接近一半了 那经过纳粹的这么一番折腾 等到二战结束之后 这俱乐部的影响力 会员数量啊 现场看球的人数都大幅下滑 从德国冠军调到了德国第81名 而慕尼黑1860呢 则重新成为城市霸主 这种影响力一直持续到60年代 1963年 联邦德国组建全国性的德甲联赛 那德甲元年 他采取的是地区止入制度 每座城市只能有一个名额 慕尼黑1860顺理成章的入围 拜仁慕尼黑呢 实力不够啊 只能去次级别联赛 二级赛场 不过拜仁慕尼黑没有自暴自弃 二战之后 由于美国资金大量的投入 巴伐利亚的经济飞速发展 在这经济好转 那足球事业呢 自然就水涨船高很快 拜仁慕尼黑就杀进了德甲 在1969年开始第一次夺得德甲冠军 自此开始了一段拜仁王朝 近50年的德甲冠军里啊 有一半冠军都是归他们所有 像从2013年到2023年 他们甚至是完成了德甲的十一连贯 那不仅是德甲甚至说在欧洲联赛当中 他们也能经常的斩获奖杯啊 而慕尼黑1860呢 他受困于财政问题 战绩日趋下滑 现在只能在低级别联赛看到他们的身影 甚至还因为破产 他们降到过业余联赛 那时事今日 球迷一看德甲啊 公认的豪门只有一个拜仁慕尼黑 21世纪以来 德国的俱乐部啊 进入欧洲赛场以后啊 一共是拿到过四次欧洲联赛的冠军 其中三次都是拜仁慕尼黑 那么就这样一个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啊 还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足球队又能给争来无尽荣誉的城市 理应会在大赛当中得到一些偏袒 因而在德国举办的这些重大赛事当中 开幕赛或者是决赛 这慕尼黑啊 总得占一个 毕竟是我为国家获得的荣誉就摆在那儿 你伤了谁也不能伤了慕尼黑的心啊 好了 那么关于这2024年啊 德国欧洲杯的开幕式 在慕尼黑举办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宁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